前五九导演扎克施奈德发了一张神奇女侠的图 这张图原本是计划用在 蝙蝠家大弹超人的设定里面 但在派导加入后被修改了 就内容上来看 女侠的形象与目前两部影视作品有很大的出入 原因就在于他手里提了三个人头 这引起了区内很大的争议 为什么代表真理 爱好和平的女侠会有这样的形象 那神奇女侠这个角色会不会砍人头呢 说到底超级英雄该不该杀人这种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下来过 似乎好大一部分都爱给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角色贴标签 某某应该这样 某某不应该那样 所以到底该怎么样 我们这一期就来说一说漫改电影本身的漫画设定里 神奇女侠到底砍过几个人头 杀过几个人 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女侠不一样的形象 首先女侠砍过人吗 或者说她杀过人吗 当然我们得先从第一个小故事开始 也是最有名的 那就是到011年的闪点 闪电侠巴黎艾伦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拯救被逆想念杀害的母亲 从而造成的蝴蝶效应 英雄反派都颠倒了 亚马逊和亚特兰提斯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戴安娜偷情亚瑟绿人魅拉并砍下了她的头颅 戴上她的头盔就像战利品一般 用真烟套锁吊死了史蒂夫 用剑刺死身为孩童的杀战 最后再插爆亚瑟的身体 这电影是我的入坑之作 没有看过的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第二个杀恩小故事是跟电影1984有关的 另一个比较黑暗的故事 是主世界 麦斯威尔罗德就是这个反派的原型 漫画中是一个很牛叉的角色 高智商的犯罪策划者有精神控制能力 在05年9月的漫画 《神奇女侠》第219刊中 编布侠发明了一个可以监视地球上所有人的超级计算机 Brother Eye 电影里面那个装置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此 而漫画里这个计算机被偷了 蓝甲虫发现了是罗德搞的鬼 然后就被罗德爆头了 再后来罗德控制了超人 诱导他去攻击神奇女侠 戴安娜用守护银着震碎了超人的耳朵 又用星光飞免割破了超人的喉咙 并用真言套锁质问罗德如何解除超人的控制 罗德说杀了我 然后戴安娜就扭断了他的脖子 我还有一点点期待电影有这一幕 不过 嗯你懂的 后来伤人影像被罗德转播到了全世界 女侠被黑惨了 刚才说女侠割破超人的喉咙 但到底是没有杀死她 异世界故事里面有不同的结局 在这个异世界里面 人类对环境的消耗和污染 让地球开始死亡 这也影响到了天堂岛 在那之后世界陷入了人类与亚马逊人的战争中 最后人类无奈的动用了核武器 天堂岛被和平 愤怒戴安娜思出理智 开始殴打人类最后的希望超人 战斗所到之处形成了爆炸和火焰 杀死了无数的生命 戴安娜将超人打到他的孤独堡里 将克什碾碎挥洒在自己的拳头上 再由子弹般打在超人的胸膛 直接将克拉克的身体打穿一个洞 那之后她陷入了很长的昏迷 不过重新被唤醒后 戴安娜还是选择站在了人类这一边 她将超人的遗骸的头骨连同脊椎一起抽出 再用真言套手串起来做成了一把新的武器 捶烂了曾经的同胞 那些因核辐射变异的亚马逊人 这个故事很黑暗也很刺激 也推荐大家去阅读 第四个小故事 在2005年1月的漫画 超人蝙蝠侠第十四刊里面 异事件 蝙蝠侠被闪电击中后 直接就死了 哈拉乔丹也死于空难 海王亚瑟的父母被杀害 从来没有出生过 肯特复复色发现超人的飞船后 也被杀死 蝙蝠侠的父母一如既往的 死在小巷 而这一切都是从31世纪的三个未来人造成的 他们把小克拉克和布鲁斯掳走 成为了他们的新父母 让蝙蝠侠和超人成为了 全世界最有权力和财力的恶人 而代表真理的神奇女侠戴安娜 自然要把这个被颠倒的世界摆正 他在战斗中毫不犹豫地将剑刺入蝙蝠侠的胸膛 干掉了他 超人愤怒了 他用女侠这件套所扭断了他的脖子 为蝙蝠侠复仇 不易联盟 怎么可以把这个忘记 是一个由小丑古霍克拉克 亲手杀掉已经怀孕的路易斯 从而导致超人黑化的异世界故事 在第三年21刊里面 女侠为了保护吃鳖的超人 一个人挑女猎手还有蝙蝠女侠 虽然后者吃了某种超级药丸 但是女侠还是没有控制好力道 一不小心又套索扯断了女猎手的脖子 然后被蝙蝠女侠痛扁 不易联盟是一个很好的 小白入坑漫画这里推荐一下 讲到这里 你以为戴安娜只杀有超能力的人类吗 不是的 2004年3月的漫画Penetary Crossing Wars 异世界 在这个故事里面 三巨头的起源略有不同 克拉克的父母和天堂岛 都被某个专门研究 超自然力量的组织消灭了 而这个组织的头目 也是杀害蝙蝠侠父母的仇人 虽然后来蝙蝠侠打败了对手 但他没法杀了对方 你懂的 不杀原则吗 但是神奇女侠替他下了手 一箭刺入对方的头颅 所以这里的神奇女侠 实际上是杀害了 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你一定好奇对于神奇女侠来说 杀人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来看一下第七个小故事 2012年9月的漫画 正义联盟第11刊中 你解副琼斯的主世界的故事 对付一个叫做格雷夫斯的反派 一开始是一个人类 后面嘛 得到了某种恶魔的力量后 我还是不是就看你们怎么定义了 我觉得还算的 这个傻逼如走史蒂夫 折磨并向他逼问 关于正义联盟的情报 女侠坐不住了要去干他 动身前留下一句话 我要去砍下那逼的头 蝙蝠侠制止说 这是正义联盟的活 不是你的私丹 我们不能砍人家脑袋 我会 哈尔本打算阻止戴安娜 但是被戴安娜打飞得老远 他甚至连超人都打 有趣是这个过程也是被转播出去的 再看接下来第八个小故事啊 2013年9月的漫画 正义联盟第22刊中也是主世界 神奇女侠曾对超人说过这么一番话 姐可不像蝙蝠侠闪电侠 甚至是你那样有一堆的敌人 姐说处理他们 那就是真的去处理他们 超人说我相信你不是在说弄死他们吧 女侠回答道 如果逼不得已的话 所以我们能看出戴安娜 对于反派的态度一直都是强硬的 在戴安娜的字典里面 好人的命永远高于坏人的命 如果非要取首那肯定是前者 以上几个小故事是对人的 接下来的两个是对怪的 继续 2014年6月的Superman Doom 还记得超人之死里面杀死超人的毁灭日吗 这个新来的毁灭日比上次的还更具破坏力 光头卢瑟认为毁灭日是冲了超人来的 目前拯救地球的方法 就是超人带着毁灭日远走高飞 超人同意了 临行前戴安娜和她告别 她对超人说 杀了那玩意儿 然后把她的头颅砍了带给我 讲真 这是你对我说的最浪漫的话 值得一提的是 新52时期的DC主世界观 超人和神奇女侠是一对情侣 09年12月的漫画 Secret 6第14刊中 神奇女侠已扭断了一个叫做 格伦德尔恶魔的脖子 女侠说 我有不杀原则 但恶魔除外 我们已经知道戴安娜对人和怪都不会手下留情 那么对神 可想而知 在05年1月的漫画《弯德无闻》第210刊的漫画里面 蛇发女怪美杜莎已战成的阿瑞斯之名 向戴安娜发起了一个挑战 这两个人本身就有仇 于是戴安娜穿着盔甲 挂着盾牌 剑 斧头 长毛和匕首接受了 一开始战斗士戴安娜站上风 但是美杜莎用石化能力将戴安娜的剑变成了石头斩断 又从背后刺穿了戴安娜的身体 并摘掉了蒙在她眼睛上的布打算将她也石化 戴安娜是真的狠 她用之前斩断梅杜莎蛇发里面的蛇毒 毒瞎了自己的眼睛 然后用斧头直接砍断了梅杜莎的头 战斗结束 对了这场战斗也是被转播出去 全世界人都能看得到 你懂我意思吗 士神的事件不止于此 在较早的故事像1987年6月的漫画《神奇女侠》第5刊中 战神阿瑞斯控制了华盛顿准备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这里戴安娜得先对付她两个孩子 火卫一和火卫二 这个长满蛇形触手的玩意儿就是火卫二 然后女侠被触手全身包裹 于是她直接用星光飞灭切掉了火卫二的头 这里神奇女侠也说了一句话 尽管我们亚马逊生来是为了和平 但首先是一名战士 说到战神阿瑞斯 其实她也不总是坏的 也是在新52时期的故事里面 有一个叫做佐拉的人类女孩 突然怀上了宙斯的孩子 是的 宙斯就是一个淫妇到处留种 而且都是在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 而这里有一则预言显示 宙斯之子将杀害自己的手足 成为奥林匹斯上唯一的主人 众神有点慌了 纷纷前去追杀佐拉 戴安娜就是担任保护佐拉的任务 追杀的人里面也包括宙斯的第一个孩子 Fristabon 他也是要抢王位的人 这个故事涉及到众神之间的 而与我诈很有趣 更有趣的是战神阿瑞斯 一开始是戴安娜的导师 而且阿瑞斯也帮忙找回了被抢走的孩子 Fristabon想要首任阿瑞斯先成为战神 可这时戴安娜出手 借助阿瑞斯的身体一键刺穿了Fristabon 同时戴安娜也成为新的战神 哦对了 最后Fristabon没死 阿瑞斯死了 但这应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死亡 算了 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公认的神作漫画 天国降临 这是一个以超人等一种老英雄 隐退为背景 新一代超能力者崛起 但滥用自己的力量 对生命毫无怜悯之心而行为时 老英雄们不得不付出教他们做人的故事 在波乱反正的过程中 超人的做法强制 但点到为止 不提倡暴力 他的信条是保护生命 超人告诉手段强硬的女侠 那些人只是被误导了 下手轻一点 但女侠则表示 必须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战争 后来女侠拿出了她的黄金战甲 没错 1984电影里面那套就是出自这个地方 只不过没有漫画中附带的剑和毛 那么剑甚至能够划破超人的皮肤 但超人不希望有人死伤 她又劝说戴安娜不要使用力气 戴安娜回绝了 她表示自己是一名战士 不是每个人都有热视线的 最终的大战 女侠在战斗中用剑刺穿了一个反派 一旁的蝙蝠侠当然不同意了 出言DIS戴安娜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拯救 不是为了杀戮 戴安娜回答 而我们是为了和平 如果你挡路 我连你一起打 好了 讲了这么多本次视频盘点的神奇女侠戴安娜 在漫画中的砍人形象 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一件事情的是 神奇女侠是可以粗暴的野蛮的 她的剑会砍断对方的头颅 刺穿对方的胸膛 不管对象是人是神还是魔 女侠在象征爱与和平的同时 她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士 她可以用爱去感化对手 也可以用剑去维护和平 拜托我们现在能够坐在电脑前安心上网 是多少先烈在战场上用自己的习战换来的 拳头不够大 没有人听你说话 说回电影 套用一位网友的点评 超人钢铁字区上映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纠结 超人到底该不该拧断佐德的脖子 超扁大战上映后 纠结蝙蝠侠该不该杀人 前阵子女侠1984上映后 纠结神奇女侠放下图到是否正确 最后到这张女侠提的三个头颅的图 以及扎克斯奈德版正义联盟中 女侠欲将砍下荒原狼的头颅的桥段 来纠结这是否是神奇女侠等等的问题 那么下一部电影是什么 下一个又是谁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不同的创作者 往往会塑造同一个角色的不同形象这个事实 一个像三巨头这样有着长远创作历史的虚拟角色 是不可能只拥有一种形象的 而电影的创作就更是如此 这样的一个角色想要在观众这里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那就不可能连续几个创作者手中都只展现片面的同一个形象 这样做不仅加大了创作的限制 而且角色也永远失去了变得更加丰满的机会 无论是漫画还是电影 无论是哪一位创作者 他们所塑造的形象可能都只是角色历史里面众多形象的一种 被塑造的形象也许重点展现了角色身上的某一个特质 最终成为这个角色全新的一种诠释 其实这才是创作的意义所在 如果不尊重这种意义 那么恐怕所有关于角色塑造的争论都已经毫无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